近日随着黑神话悟空全球正式发售 同时面试的一款1比6规格的精致手办 在上线后的几分钟内 限量1万个被抢购一空 记者来到手办的设计公司 其联合创始人刘卓告诉记者 这只猴子并不是灵机一动就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早在2020年黑神话悟空的第一段实际演示发布之后 就已经开始酝酿 2020年的时候他们刚有第一个资料片放出来的时候 就只做了一个关卡 他们团队还没那么大 但是我去了他们公司看到他们团队的规模 还有杨老师他们做事的状态的话 我就觉得很震撼 2022年我们碰了一次 就是杨老师提出来了 想在他的游戏的点赛班里放一个人偶 当时的审司们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是必买的 是必入的 因为也关注了这么久 这款游戏从20年的第一款资料片 然后陆续每年会放出了一部分内容 大家就是一直在吊着我们的胃口 然后越来越期待 越来越期待 预售就是效果可想而知 就是冲进来购买的人非常多 据刘卓介绍 手办一般是来源于动漫影视作品的衍生产品 而这次的黑神话悟空手办则直接来自于游戏IP 与传统的旁观视角不同 游戏有着更强的代入感和参与感 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玩家购买相应周边的动力 在游戏里边 它音乐视觉再加上他们的文案 它是一整套的 它是一个非常立体化的一个 直给的一个方式 它比电影还厉害 因为电影你没有参与感 你是完全能参与的 和这个IP的某一个角色吧 中间产生了联系 我想跟它走得更紧 我想让我们之间来进更好的一个距离 然后每天看到它 我就会心情很舒畅 那我需要一个实物化的东西摆在这 对于这款手办 作为设计者 刘卓及他的团队 也倾注了超乎寻常的心血 从服饰 武器的设计 到每一个可活动的关节 可谓精益求精 力求为玩家还原心中最真实的 齐天大圣 海外的大的游戏 3A游戏的游戏典残版 很少有送 没有过 这是全球第一次做1比6的人 可动的人 而且还是我们EART这种收藏级别的 放到游戏典残版里 这是首次玩 它很少有站姿的动态 它们都是可以动起来的 可以跑起来的 可以跳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姿势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小的一个连接器 把它的小腿给捆住了 所以这样呢 又不影响美观 同时呢 还能保证它有各种各样的动态 能实现出来 对于能够成功的将黑神话悟空 这一IP实体化 刘卓也感到很骄傲 中国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 然后呢 就是说有很多的IP是没被商业化的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优秀的动态人存在 然后有很多能把故事写得很惊喜 然后很吸引人的 所以慢慢的国内的IP开始逐渐的 有机会觉醒和崛起吧 我是觉得这个黑武功是给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 然后我们对于中国的IP的渴望度可能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做了太久了这些文化输入的东西 有一款能值得我们国人骄傲的IP能输出出去 这是我们所有做文化传播类的 我们算是文化传播 只是实体无传播 是觉得挺扬眉吐气的事 能把我们自己的IP做成衍生品 然后去向往全球各地 让全球的粉丝们买单 这是一个挺开心的事